好,那我們歡迎下一位分享者,Andy 嗨,哈囉,大家好,我是Andy 那我今天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那我們在去年9月的時候創立了一個平台叫做WeStudent 它主要是在做學生面和實習這個部分的服務 那大家好,這是我,我畢業於政大資管系 那這是我,這是我Partner 他叫Eric,他抽到叫胖子,那我是瘦子 對,好 好,那今天主要要跟大家介紹一下WeStudent的學生時期在做什麼東西 第一個,我們是用虛擬的方式,有透過社群也有透過我們平台的網站 來告訴大家有哪些時期的機會 然後呢,也告訴大家 怎麼樣的方式可以去投這個履歷去做這個實習的工作 然後再來是我們也舉辦了實體的校園媒合會 這是我們去年12月的時候在我們政大商學院中庭舉辦的一場實習媒合會 對,那當天我們是邀請了18家的廠商來直接對我們的政大學生做徵餐 好,那其實我今天不是來跟大家講這件事情了 我今天是來跟大家分享我們創業的過程的一個體育物 大家都可能看過這個曲線 大家都知道說一個創業就是把一個1的東西一直不斷的規模化 到最後就做成了100 那你就是一個,在這個過程當中你就可以不斷的獲利 可是呢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呢 是零以前的事情 也就是你創業之前該準備些什麼東西 在座有想創業的舉個手好不好 好,非常好 謝謝大家 那你們知道創業在幹嘛嗎 我覺得今天最好是你們知道在幹嘛 好,那這邊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就是假如你煮了一手好菜 那你找到一個廚師的工作 你的工作就是煮菜 煮菜 煮菜 一直煮菜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呢 你升級了 你找到一個廚廚的工作 那除了煮菜之外 你還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 你可能要開菜單 你可能要排廚師的頒表 你要負責內場的人力的調度 但如果今天你開了一間餐廳 你就不是 剛剛那些工作我們統稱為內場 那你還有外場要處理 你還有繳房租 你還要接電話 你還要報稅 甚至呢 客人會跟你說 外面有一張桌子壞掉了 這個也是老闆要處理 那有員工跟你說 老闆我要辭職了 你要馬上找到一個員工來頂替他的位置 再來呢 有可能客戶會抱怨說 老闆你們家馬桶不通啦 這個問題都是你要去解決的 所以 你還想創業嗎 創業可能不是像大家想的那麼簡單 只要我做好了一個服務 我就可以創業了 創業的人其實是要做非常多非常多的事情的 而且那些事情很可能以前都是你爸媽在替你處理的 好那 那 接著我們把創業的時間軸拉到最前面是 第一個是你想要創業 你有一個很不錯的idea 那創業的時候呢 你需要有 勇氣跟夢想 那 但是呢 你媽知道你知道這邊聽廢話嗎 對 除了勇氣跟夢想之外 你還需要得到家裡的支持 與家人溝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剛剛我們學長也講了三個F當中 Family是最重要的 那第二個就是資金的問題 如果今天我們一般來講 創業的時候你會先需要籌備六個月的資金 在這六個月全力衝刺的時間當中呢 你跟你的partner之間是完全不能夠去做別的事情 你要全心全意的投入在你的事業上 那在這樣子 你沒有辦法額外收入的情況下 你們的團隊有沒有辦法活下去 有沒有辦法吃飯 有沒有辦法做交通工具 這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到 你這些問題都已經解決了之後呢 我們進入到開始籌備的階段 那大家可能想到說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團隊 那想到團隊就會想到海賊王 你就先找一堆會煮飯的 會耍箭的 會坐船的 還有一個醫生 還有一個航海士 可是如果你一開始呢 就有九個夥伴的話 那你的事業一定會悲劇 因為呢 你就會不斷經歷開會開會 不斷的投票投票 最後就是一直討論 但是你不會有一個結果 大家常常會聽到一句話說 創業的時候寧可做出壞的決定 也不要做一個 也不要不做決定 因為如果你不做決定的話 你的團隊沒有辦法繼續往下走 如果你做出一個壞的決定 至少你們做完之後可以知道 這是一個壞的決定 所以人家才會想說 叫你們經理出來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代表說 你這個人可能不懂 外場內場 還有以及其他的事情 所以叫你們經理出來 是希望說 叫一個全盤 懂這些事情的人出來 他才能夠回答你的問題 那今天我們回歸到 你創業的主題 你的主題是什麼 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我可能有一個很屌的idea 我跟你講 但是你不要跟別人講 好不好 可是其實這個在創業圈 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當你有一個idea的時候 最重要的不是去想 怎麼把這個東西想得更清楚 而是把這個東西 怎麼做出來 那接著呢 我們就開始到了創業 一開始的地方 你會遇到很多幫助你的人 可能是你的老師 可能是你在業界認識的朋友 那也有可能是你老媽 那大家一定會想說 只要我們能歸納這些人的意見 之後我們就會找出一條 完美的道路 結果我們就會邁向成功 最好是這樣 通常他們的建議會是長這樣 就你老媽可能覺得是這樣 然後你的教授覺得你應該這樣 每個人的時空背景跟經歷 跟學的東西都不一樣 而且每個人所定義的成功 也都不一樣 那他們能夠給你的建議 也都會不一樣 所以呢今天呢 我們不是應該要去 所以今天呢我們不應該 去聽這些人的建議之後呢 而去左右自己的道路 而是應該聽完這些人的意見之後 來回歸反省自己的路 到底應該怎麼走 如果你的路完全就符合你們的老師 所講的這樣 那你知道他做的一定不會錯 因為他成功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的路 不是要到達這裡的話 那你就要想清楚 你如果聽你們老師講的 做下去到底對不對 好 接著除了以上這些東西之外 你還會遇到顧客的抱怨 你可能會團隊中有意見的衝突 你可能會不斷的改變方向 你會被人家批評 那你還有可能被你的客戶放鴿子 那你還要面對家人的壓力 競爭對手 然後最難過的就是你跟你的男女朋友分手 這些東西都過了之後呢 現在你才真的開始創業 那這邊給大家幾個建議是 如果你真的想創業的話 會限定大家先去多閱讀 不管是實體的書籍也好 或是虛擬的部落格也好 一定都要多看 多看之後才能夠想想自己的東西 是不是其實已經有人做過了 是不是已經有人做過 然後失敗了 然後為什麼 那你可以怎麼樣做檢討 再來是一定要多分享 多參加像焦點這樣子的活動 因為當你來到這樣的活動的時候 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跟別人討論 那大家絕對不要害怕說 我跟別人討論我的想法 我的idea就會被操走 這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因為你的idea到了另外一個人身上 有可能會發生截然不同的發想 那個idea最後可能就會發展成另外一個不一樣的模式 所以呢 來這邊多跟大家分享之後 你會跟月亮討論說 我應該怎麼做 我應該怎麼做 月亮會給你一些建議 也許你們 腦袋裡困惑了很久說 到底我要怎麼賺錢 也許跟月亮聊一聊 他就能告訴你你怎麼賺錢 所以大家記得 如果你有想要創業的點子 一定要多來參加這樣的活動 那再來就是要去體驗 這也是為什麼 We students 希望大家去實習的原因 因為 只有你去新創公司實際體驗過 你才能知道創業是什麼樣的方式 譬如說你到 Edward iCook 去工作 你就會知道說 寫程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當然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歡去大公司實習 這也沒有什麼不好 因為去大公司實習 你也才能夠知道說 大公司是怎麼運作他們的business 所以今天你到底想要去大公司上班 還是要去新創公司上班 還是你要想要去傳統產業上班 一定都要去體驗過 你才能夠決定說自己畢業之後 到底該走什麼路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看 來還有探索 不接著 請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